美印就连发三条坏消息,背后的针对意义也非常明显,美国宣布要在近期举行名为大规模演习2021的军演,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此次军演的规模之大,的确,此次军演的参与人数达到2.5万人,横跨17个时区,涉及到30多艘战舰和超过50个虚拟单位,这次演习包括多种作战方式的参与,旨在提高美国军方全球作战的能力,以向对手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。 由美国专家分析称,美国正在重回二战,冷战期间美国是为了针对苏联进行的军演,而此次美国军方如此大秀肌肉又是想秀给谁看呢? 其次,虽然此次军演只有美国方面参与,但在之后会邀请其他国家参与,这就代表这种大规模的军演可能不止一次,美国以后很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地进行大规模军演。 不过这种情况下与其说美国是为了威慑别国,倒不如说是为了给自己壮胆。 美国此次如此声势浩大的演习,其实还是演给中俄两国看的。 此举也是为了佐证早前美方喊出的实力地位,美国频频针对中国,把我国当成假想敌,希望拉拢周围国家来遏制我国的发展。 但无奈周围国家不愿意与中国交物,就要能通过此次军演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军事力量,以恢复自己的外交地位。 第二件事,美国海军方面宣布,将派出卡尔文森号航母进行战备巡航部署任务。 虽然美方没有透露卡尔文森号将前往的具体位置,但预测会是向印度洋太平洋海于方向。 需要注意的是,这是美军首次搭载F-35C号战机。 美军指挥官表示,这是迈向21世纪的里程碑,可见其战略意义的重要性。 至此,美国已经在中国周边部署了近100架五代战斗机,其针对意义非常明显。 但无论美国怎样穷兵独武,都不会影响我国发展的步伐。 美国此事不顾国内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,反而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针对中国,企图以此震慑我国,是极不现实的。 第三件事,印度媒体称,印度将向西太平洋及南海一带派出四支军舰,并与美绕等国进行马拉巴尔2021联合军演。 印度此时的动作显然是在讨好美国,美国为了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,不断挑拨印度与中国作对。 但印度早已看清美国的套路,此次也不过是走走过场,东南亚国家大多有自己的小算盘,既不想拨美国的面子,又不想与中国树敌。 所以美国计划拉拢周边国家,把他们当枪使,是不会成功的。